今天我們即將在下個月開始 南洋新的院區即將開始市議院 我們在今天就選擇很特別的日子 在今天再做一次撒勁、祈福和法會 希望我們在新院區開幕以後 能夠支持平台一切順利 也希望能夠善心照顧大家的責任 那我們在今年的五月底 我們也正式得到行政院教育部下來的 我們公文 同意我們在新院區繼續使用 但是我們要根據我們提出的四大任務中心 那四大任務中心其中包括 弱勢還有特殊需求財產服務中心 實質證的研發還有美衛中心 第三個是科技補具的使用還有文化 第四個就是我們現在最夯的老人 老人產業的培訓中心 人產業的培訓中心 那我們會根據這個四大任務 在新院區繼續營運 那在以後在南亞新的院區 所期待的是急重症 我們會再加強我們的急重症 希望在這個新的比較空曠的空間 一切能夠讓我們的醫療更接近 醫學中心 這是我們一直的目標 我們可以用到山寺的 医師來建築